观众朋友大家好 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 我是林登 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早在1903年 这个幽灵就随着它的毒物被介绍到了中国 1919年苏俄十月革命后 这个幽灵又以共产党的面目被引入中国 中华民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从此开始 毛泽东说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随着越来越多历史真相的被披露 共产主义的谎言早已被揭穿 认识到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人们 纷纷退出邪恶政党 但有些人却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惊是好的 只是被共产党给念歪了 真是这样吗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 新浩年先生2005年访英系列演讲 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这是毛主席说的 可是我今天想讲的是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今天要逗胆在社会主义最早出现的英国的土地上 谈一谈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家不要以为我受过了社会主义的害 我们遭遇了马列的苦 所以我今天就要带着一个立反的心理来 非要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可 说心里话 在中国大陆像我这样 对马列没有好感 对社会主义没有好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想批判马列 曾经批判马列 为批判马列送上了无数条性命的也太多了 我们在摸索和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思想灵魂摆不开马列的侵扰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想认识过他 可是我们承认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 有的时候是很难认识清楚他的 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大陆人民的反思 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我们终于对马列有了如下几个基本的认识 第一 我个人认为 马列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 第一条 大家想一想 马列和他的子生们说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了空想的社会主义 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原理 所以我讲的第一点 就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暴力共产主义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嘴巴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呢 实际上是和平的社会主义 是因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 法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两条东西 第一条 我们希望和平的进入社会主义 第二条 希望劳动者和资本家联手 以建设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 可是马克思非要说他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而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阶级斗争的方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 来建立一个 推翻了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 推翻了资产阶级革命 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这个社会才能够叫做社会主义 我想这个不用多讲了 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 这150多年世界发展的历史 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一条道理 在东方 深受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原理 是毒害的 我们几代的东方人 今天都知道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社会主义 那个社会主义 是暴力的共产主义 不是和平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所以从这个观念上来说 从共产主义的标准上来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 它把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 变成了一个暴力的共产主义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 我自己的一点理解 马克思主义 他之所以要拿这个主义出来 那是一套理论 他得有他的理论基础 他把 赫格尔的帽子 你的东西 装到费尔巴哈的靴子里面去 我不是个哲学家 我只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 破素的理解 我认识到一个问题 赫格尔讲什么 赫格尔讲的是绝对理念 费尔巴哈怎么批判他 费尔巴哈说 赫格尔的绝对理念 就是上帝的同意 赫格尔说 人间的历史运动 就是他的绝对理念 在人间的辩证运动 那也就是说 人类世界的所有的 一切的发展变化 都是赫格尔在他 绝对理念里面规定好的 我称他为赫格尔的帽子 因为他是天上的 可是费尔巴哈不这样 费尔巴哈说 你那是维新主义的 我讲的 上帝是人类 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 和影子制造出来的 我相信物质第一 精神第二 我相信现实的 真实的人的生活 才是真实的 赫格尔讲的不是真实的 可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马克思干的是什么 马克思要搞的是一场 人间的革命 人间的革命 不能讲天上的道理的 人间的革命 必须把天上的道理 变成地上的道理 这样一来 他就要学着赫格尔 也学着他 把人类历史的发展 变成他的所谓的五大阶段的历史规律 赫格尔说 绝对理念在人间的辩证运动 马克思说 人类历史发展有五大阶段 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 什么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这么排下来 所以我才说他 他不得不赞成 费尔巴哈的维吾主义的思想基础 他接过了费尔巴哈 踩在地上的靴子 去把赫格尔戴在头上的 那个决定理念的帽子里面的东西 拿过来 塞在费尔巴哈的靴子里 所以表面上看 他是维吾主义的 实际上 他是 费尔巴哈哲学的赫格尔化 见维性化 这样一个理论 他是不实在的 第三 我想讲的是 赫格尔有个所谓的赫里内孩 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在座很多都是研究这些问题的 共产党所说的赫格尔哲学的赫里内孩 就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 他说 一个事物 有它发展的过程 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用渐变到托变的过程 有形式的改变到本质的改变的过程 他把这个变化的过程 看作是辩证统一的过程 可是马克思把它变了 马克思接受了它 可是又把它变成了绝对的对抗 他把辩证统一变成绝对对抗 而且这个绝对对抗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斗争是前提 不能变化的过程也罢 或者是相对禁止的情况也罢 他都是必须与对抗和斗争来解决问题的 他把赫格尔的辩证统一的所谓赫里内海 变成了他自己的绝对对抗的理论基础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东西太重要 一旦把辩证统一变成了对立对抗 绝对的对立和对抗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 在革命成功之前要打 要用暴力 要用斗争 在革命成功以后还要打 还要用暴力 还要用专政 用革命来夺取政权 用革命来维护政权 用暴力来夺取政权 用暴力来维护政权 大家看一看 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 那些已经灭亡的 还没有灭亡的 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的呢 别忘了 他是从赫格尔那里来的 是他把赫格尔的辩证统一 变成了绝对对抗 至于第四点 我想不多讲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 和绝对的分配要求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 在早期就提出过 所谓的劳动价值论 所谓的劳动者制造出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价值 就是劳动者劳动的所有的价值 其他价值都不算 到了马克思大尼 又变了 他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乌一乌的关系 变成了阶级社会里面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 然后用政治斗争的概念 来取代经济发展的规律 结果是什么 结果那就是政治凌驾在经济之上 政治操控了整个经济和经济的发展 政治 必须是挂帅在经济之上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都搞得一塌糊涂 什么道理 他就是以人与人代替物与物 以政治代替经济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的年轻人不用我多说了 比我理解的深刻的多 我们想一想 在这四个方面 就我这浅显的知识 你说它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 也许原来在欧洲产生的 这个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变政发的思想 这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这个所谓的劳动价值论 它在其他方面 很可能到达一个 比较正常的顺利发展 可是在马克思的思想领域里面 他却把他们 不论是对的还是错的 都引导向了一个 非常的或绝对的错误的地步 不要小事理论 没有这个理论 可是没有阶级斗争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没有暴力革命 这样一个思想链条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讲的是 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 错误的思想发展 一定是和历史发展 本身背道而驰的 大家想一想 17世纪到19世纪在欧洲 是个什么状况 我们在初中多物理的时候 大家都学过参照物 看一个物体是不是运动的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去参照它 火车和站台的关系 因为有了站台 站台往后去了 我才知道火车往前走 那我今天也要给马克思族裔 找一个参照物 17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 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政治上正在废弃专制 走向共和 是不是 今天的全世界的民族主义的制度 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英国革命 法国革命来的 就是从17到19世纪 政治上的民主进步 政治上的打倒专制的艰难过程里面建立起来的 可是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 那个共产党宣言 他说什么呢 他说要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 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 正在摆脱专政走向民主 马克思忽然亮出旗子来 我要搞无产阶级的专政 1926年 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 说过一句话 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专政 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 这是梁启超先生说的 资产阶级专政不是好东西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好东西了 在座的朋友都比我年轻了 我们在60年时 饿得很痛苦的时候 看到生产大队大队长手里拿着一个瓢子 他愿意在谁的碗里面多咬半瓢猪 谁就多吃一半瓢猪 他说这个人思想表现不好 今天就不给你吃 他那一瓢猪就到到别人碗 或者自己碗里去了 我请问这个无产阶级 他掌握了一个大的权力 这个权力可以给你吃不给你吃 给你喝不给你喝 给你学习不给你学习 给你上大学不给你上大学 这个无产阶级还叫无产的阶级 他拥有了全社会的财物和政治权利 所以无产阶级一旦专政起来 比哪个专政都厉害 大家看 跟19世纪 整个欧洲向前发展 就是民主发展的班校 马克思在提出来的这个专政的理论 到底是顺着欧洲历史发展方向向前走的 还是倒着欧洲政治上的历史发展方向向前走的 它是向后的 是倒退的 这是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请问大家 自从英国共和革命成功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 整个社会化大生产在全世界开始 蓬勃的发展起来了 在这个状况下 整个欧洲的经济 是什么经济啊 是冲破封建专制权力的束缚 是冲破封建行会的束缚 是冲破权力对于经济的控制 而走向自由的经济发展 即我们今天所讲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整个欧洲都在经济上 朝着自由的市场的方向去发展 马克思忽然来一个消灭私有制 要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我想请问大家 19世纪的马克思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 提倡公有制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到底是顺着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向前走的 还是顺着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倒退着的 倒退吧 结果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搞改革 虽然搞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他也在说他在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那说明他是倒退的 在经济上是倒退的 第三条 17世纪到19世纪 在座的很多留学生你们都知道 这在欧洲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叫人性解放 叫个性解放 是不是 我们今天的普世的人权价值从哪里来的 那是与欧洲人民的艰难分斗分不开的 是为人权 为个性的解放的分斗分不开的 可是马克思说什么呢 马克思强调阶级性 19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 强调的是阶级性 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 以所谓集体主义和阶级性的压迫个性的解放 来吹长人性的觉醒 大家看 是进的还是退的 顺着欧洲发展的方向走的 还是逆着欧洲发展的方向倒退的 19世纪前后的欧洲 由于文艺复兴的关系 在文化上思想上产生了多元化 各种流派的艺术 各种风格的文学 不论是前后浪漫主义运动 都表现出了作家艺术家们 丰富的创作才能和创作风格 创作个性 可是马克思出来以后 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整套革命理论以后 他要求的是什么 他要求的是一元化 他要求的是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 列宁更发展了他 把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解释成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毛泽东更加发展了他 无产阶级文艺 是九世纪正在进步着的多元化 对他有所歌颂的 有所肯定的才给写 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 我说它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嘛 政治 经济 思想 文化 人性和个性的解放 等等方面 马克思提出的东西都是和欧洲的这个总体的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错误的思想发展 产生着倒退的历史要求 倒退的历史要求 也就必然要产生一个邪恶的政治念条 什么样的念条呢 邪恶的 为什么邪恶 暴力革命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转阵 说心里话 暴力革命不是马克思发明的 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为止 暴力都存在 甚至于曾经有过 甚嚣尘尚的时代 不论东方和欧洲 杀人以雇权 杀人以夺权 都是一样的 不分彼此 不是马克思发明的 单单说马克思主义是暴力革命的 是说不倒马克思主义的 可是可怕的在于 马克思用近代科学的一些所谓的知识 讲暴力革命阶级斗争 和无产阶级专政加在一起 那就可怕了 阶级斗争说实在话 这个概念是从英国产生的 也不是马克思最早的发明权 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他发明的 把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三个东西念在一起 让它成为了一个念条 一个政治念条 你们想想看它的结果是什么 方式是暴力的 社会是有压迫的 压迫的形式是一部分人 对一部分人的专政 革命前为了多取政权 用暴力用 阶级斗争的手段 革命后为了维护政权 还要化阶级讲成分 我谢莫你们啊 你们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幸运的一代青年人啊 我高中毕业明知自己是考不去大学 我天天晚上在这儿用功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成分不好 成分不好考不去大学 是上不了大学 别说留学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可怕的念条 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专政 稍有联机的朋友 都会记得 它是怎样的将人心掌控在铁链之下 锁链之下 掌控在那巨大的专制的机器之下 第四 这是一个邪恶的政治念条 将必然产生一个东西 那就是在整个世界 特别是欧洲和后来东方 正要从专制走向民族 也就是我们的许多民族和国家 要走向共和的历史的历程上 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复辟势力 专制势力 也是一个新性的专制复辟势力 为什么说它是新性的 因为它打着革命的名义 打着共产主义的名义 描绘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的前景和理想 吸引了那些失事不生的青年知识分子 然后它进行了一场革命 把世界上一些国家 特别是我们中国 我们1911年共和革命所创造的共和成果 彻底配合 使我们中国在1949年以后 使我们1949年以后的人民丧失了 1911年就已经得到的那些思想文化信仰 结社等等方面的自由 直到50年之后 当中国出现了一个练功的团体 法轮功的时候 他连练功的自由都没有 有人问我 辛浩年 你是一个专家学者吧 好 我说我就算吧 你为什么要支持法轮功 我回答的很简单了 我的命运和他命运一样 他没有信仰的自由 我没有思想的自由 他没有练功自由 我没有写作的自由 我们同病相连在一个专制统治的铁板之下 大家想一想看 他是个什么势力 如果在共和没有诞生之前 他就是一个专制势力 在共和已经诞生之后 由他推翻了共和 重建了专制制度 那就是复逼势力 就是专制复逼势力 我为什么在我写作十几新中国这本书的时候 说心里话 我想革命与复辟这五个字 想了多多有五年 复辟这个字 在西方并不是一个非常普及的词 可是在中国呢 我们的共产党 连复一连地教导我们 今天要反制小资本主义复辟 明天要防止小生党复辟 后天要防止什么复辟 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 我们这一代青年在背后就说过共产党 那就是封建专制复辟 所以 这个专制势力 因为他是打着革命的名义 迷惑了不少人 使得很多人错拔复辟 当革命 所以我称他为新兴的专制势力 这个专制势力 因为是在共和国已经诞生之后 共和革命已经成功之后 又重新全面的复辟了专制 所以我称他为新兴的专制复辟势力 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 一些很基本的 也很粗浅的理解 那么 在我们认识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以后 那么我想 那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真的 与这二百年人类发展的追求 背道而驰 与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共和的追求 是背道而驰 马克思主义译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60至70年代 当时是作为贬义词被使用的 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 马克思主义译词才开始被用于保义 无独有偶 列宁主义译词开始也是由其反对者作为贬义词使用的 1924年1月 列宁病故 俄共中央在发表的《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中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列宁主义 1924年6月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合称为马列主义 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后 让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主义 以及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列宁主义 是如何在思想政治和文化上 对中华民族进行侵略的 那我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普通的子孙 我为什么要说驱除它呢 我有三个见解 马克思主义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思想侵略 对我们进行了猖狂的政治侵略 对我们进行了可怕的文化侵略 我必须说明 我并没有想把我们自己的责任都推给它 我也承认 当马克思主义从日本绕到中国来的时候 一百年前 我们中国人正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况下 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 都处于比较落后的求变的历史关头 说心里话 刚刚剪掉了辫子 脱掉了长衫 缩除了西洋装 穿上了西装的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 是换了衣服还没有换新呢 这些换了衣服还没有换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他们有进步的追求 他们有救国的愿望 可是对于欧风美雨 对于从西方渐渐吹到东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思想 主义革命理论 我们真的缺少判别和鉴定的水平了 今天在座的年轻朋友 你们今天看这些问题很简单 那个时候多懒了 不知道西方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坏的 甚至于西方凡是西方来的都是好的 因为人家的船间炮利打败了我们 我们要求变化 所以我们分不清 什么西方的思想 是近代西方的文明进步的思想 西方的哪一种革命 是适合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革命 西方的哪一种文化 可以和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 西方的哪一种思潮 实际上是和我们祖国的正在扶贫倒退的思潮 一拍即合 我们分不清 正是因为分不清 它才可能对我们进行思想侵略 我今天不想和大家讲 资产阶级到底革命不革命 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吗 可是不管资产阶级革命不革命 马克思都要把他那个曾经推翻了封建 创建的共和的革命 定名为资产阶级革命 都要把那个推翻了封建 建立了共和的国家 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这个思想是等于是什么呢 我承认你是为了推翻你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 就是否定资产阶级革命 就是否定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无产阶级革命 推翻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最高目标 这种思想 恰恰在中国满天之后 辛亥革命爆发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创建之后 东渡到了中国 我跟大家说一句心理话 在一百年前 讲民主讲科学 是很少有人懂的 讲民主讲科学 那都是需要一些知识基础 历史知识的 可是你忽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不幸 告诉中国正处在共和革命 艰难关头的一些知识分子们 你告诉他们 说我们搞共产主义革命 我们就能大碗喝酒了 大快吃肉了 我们就能走上 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人间天堂了 我告诉你 他和中国的桃花源济 他和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历史上的那种思想追求 你们看 是不是一派结合的 这个东西正处在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的民主力量 正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力量反扑和颠覆的时代 正处在中国人民创建了共和 要捍卫共和而感到无比艰难的时代 正处在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 张勋公然复辟满清 百洋军阀驾共和之名义 以形专制之时的时代 忽然来了这么一场革命 而且这场革命告诉我们 他的俄国胜利了 俄国人民人人都走上了天堂 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 人人都能吃上土豆烧牛肉 你想对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的中国 他的诱惑力 他的激发中国农民传统思想的能量 他对于解开中国知识分子痛苦追求的那一种本理 该有多大 在思想上 他一下瓦解了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的历程思想 他瓦解了我们对民主科学的艰难的反复的探索和追求 他把一块牛排放在我们面前 说只要干共产主义革命就人人平等了 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 思想行进一派结合 这种思想侵略 他的可怕之处 他在瓦解了我们共和的自身的免疫力 他把我们走向共和的革命对股瓦解了和分解了 他分解出了一批仍然坚持要走民族走科学的共和道路的人人之事 他又分解出了一批要走共产主义道路反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 他把我们的辛亥革命说成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 他把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是必须推翻的 是必须推倒的 于是后在这种思想侵略之下 一股崭新的专制势力 一股要推翻辛亥革命的成果 毁灭中华民国的这样一种专制势力 在中国历史儒家文化的温床上 在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追求中 在小知识青年的狂热的革命心理上 在广大农民要过好日子上天堂的那一种普遍追求中 突然蹦发开 这种思想侵略 对于中国人民百年走向共和的进程 对于辛亥之后中国革命以复辟反复较量的时代 该是多么的可怕 所以有人说 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我说 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 骂倒了中华民国 真的是这个事实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思想侵略 第二 他的思想侵略还在于 思想侵略变成了政治侵略 为什么 就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 为了捍卫辛亥革命成果 为了捍卫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时候 在中国人民在共和思想的推动和指引之下 推翻了袁世凯复辟帝制 解决了张勋复辟满清 正在和北洋军队的企图复辟专制的军队混战进行殊死较量的时候 苏俄在1920年8月在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大家记好 不是1921年7月1号 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建立了 并且已经建立了临时中央 苏俄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开始宣传共产主义革命 他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的国民革命截然的划开来 他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进步的革命 他说已经创造了共和病情正在捍卫共和的中国国民革命 才是反动的和倒退的 他混淆了两个革命的界限 他打乱了两个界限革命的分野 他造成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 他命令中国共产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 全部走进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 暗中阻挡暗中诱发共产革命 企图把中国国民革命引向共产革命的方向 这是他的第一个罪行 第二个字以罪行 他制造了中国的国家分裂 1911年辛亥革命创建了大中华民国 1927年到28年的摆发 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死在辛亥之后17年的混乱 历史阵痛 革命运复辟的反复较量 民主力量终于获得了一个很伟大的胜利 使中国初步的走向和平和统一 结果斯大林直接命令并派人来到中国 重新要求共产党在全中国发动暴动 并且乘坐918日本帝国侵占我国东三省的关键的国难时期 两个月后11月7号 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请问大家 什么叫苏维埃 苏维埃在汉语里面是什么意思 在俄语里面 Soviet它是苏维埃代表大会 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意思 在中国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汉语词典里找不到苏维埃这三个字的原始意义在哪里 苏联命令中共 在我们中国人民国难当头的时候建立了第二个中国 并且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创建的宪法第14条公然宣布 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 各个地区都有权利脱离中国 去参加现在世界上那个最民主的联邦 他没有说出来苏联 谁分裂了中国 谁率先制造了两个中国 是斯大林命令的中国共产党 他在中国人民走向共和建设共和的艰难的历程上 他制造了中国的国家分裂 终于让今天的中国 仍然坐在海峡两岸分治分立的状况之下 祖宗是谁 是斯大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第三 他制造了我们为国战争的分裂 1937年全面干战爆发 到1945年这8年的过程当中 中国共产党不干战 却在扩张 在这8年当中 中国虽然赢得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虽然赢得了大中华民国伟大为国战争的胜利 可是1945年当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 经历了8年艰苦看战的中国 已经变成了两个政权 两个国家 在所谓的国统区 挂的是森中山先生的画像 飘扬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中华民国国企 唱的是三民主义无党所通的国歌 可是在共产党的所谓解放区 挂的是马克思列宁的画像 飘扬的是苏联镰刀斧头的党旗 唱的是英特拉匈尔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 这个歌的唱歌的主人们是没有祖国的 也是不要祖国的 中华民国战胜了法西斯 中华民国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成了世界上这个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 三大宣言发布国之一 可是中华民国已经变成了两个政权 两个国家 制造了我们国家和国土的分裂 第四个 制造了一个严重的思想混乱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它是打着革命的旗号 列宁有过一句名言 不知道在座的年轻人记得不记得 叫做以革命的名义 我想有的朋友还记得 我很小的时候就去看这部电影 列宁在那里讲演 说的在革命的名义下如何如何 我今天才理解了 在革命的名义下 偷吃爬拉都是有道理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 什么最新都可以放 因为我是在革命 所以 他把一个实际上的新型专制势力 一个新型的专制复辟势力 在革命的名义下 把它美化起来了 使得我们的人民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面 不能够认识到 他不是革命的 他是专制 他是复辟 他是倒退 错把复辟当革命 各位留学生朋友 和在座的朋友们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大陆的这几代知识分子 只几代的青年 今天终于认识到了 我们错把复辟当革命 我们是拿掉了八千万颗脑袋 流出了无量的鲜血 才在这一场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的灾难之中 慢慢的苏醒过来 马列 就是用这样一种政治侵略 制造了我国近代史的上面的四大混乱 国民革命的混乱 国家分裂的混乱 为国战争的混乱 和 错把复辟当革命的混乱 第三 他对我们进行了文化侵略 他用反封建一句话 把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全部否定了 他用资产家去思想 资产家的精神污染 资产家去自由主义 自由化 杜绝了我们中国人 谦虚的去学习世界近代 真正的文明进步的思想 文明文化和思潮 他把西方的那个 真正的走向了共和 真正走向了繁荣 以及制造了这个繁荣共和的思想 看成是精神污染 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糟粕 要杜绝它 这样一来 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华儿女 对上不能继承祖宗 对世界不能继承优秀的思想文化 我们被共产党阻挡在世界进步的死港之内 这种文化侵略 这种思想上的侵略 它造成了什么呢 它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族权 不见了 中华民族在发展到了三四千年以后 终于出了个僧中山 它推翻了满清 结束了两千年帝制 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我们中华民族要适应 世代潮流的发展 要在这个世界的大潮之下 也建立自己的共和国 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族权 由于马列的公然侵略 由于中国马列子生在马列思想的左右下 推翻了我们已经建立的共和 阻断了我们正在艰难进步的进程 使得我们的国家 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艰难的过程当中 使得我们的民族的族权被人剥夺了 剥夺了左权 就等于剥夺了我们什么权力 都立建国的权力 和民主建国的权力 剥夺了我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权力 就剥夺了我们发展中华民族明天的权力 大家想想看 历史上曾经何等辉煌的中华民族 这一百年 特别是这五十多年 我们到底在人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我们的族权被剥夺了 我们的传承权和发展权被阻断 同时又剥夺了我们的 文化权 我们继承祖国民族优秀文化的权力 所以马力入侵 在思想上侵略了我们 在政治上侵略了我们 在文化上侵略了我们 使我们中华儿女 当代的中华儿女 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发展 不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生成发展和他的成就 下不了解大中华民国在马力的思想政治文化侵略之下 我们失去了太多 我们忘记了太多 我们可以自责 不可以自己污蔑自己 我们可以批评我们的民族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民族的利根性 我们可以批判自己文化中不好的地方 我们不可以说中华的民族文化都是郁昧欢荡不惊的文化 我们可以批判自己的子孙 没有传承我们自己优秀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不做中华儿女 只做马力子孙 六年前 当我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在柳越第一个新书发行会上 五百位华侨 曾经跟着我喊了一句口号 做中华儿女 不做马力子孙 在座的所有同胞们 特别是年轻的留学生 做中华儿女 不做马力子孙 我们的中华民族就有希望了 谢谢 观众朋友们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 新浩年先生2005年访英系列演讲 驱除马列 还我中华的第三部分 反思民族历史 找回民族自尊 请您注意收看 好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 透视中国节目 我是林丹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 观众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